美國國會將會在下星期開始進行立法打擊在香港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 目的是向香港的民主活動人士提供長期支持 如果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參眾兩院通過的話 該法案將會允許特朗普總統利用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制裁香港以及中國當局侵犯人權 同時確保示威者不非拒絕進入美國的入境簽證 以及每年就香港是否遵守美國的制裁以及法律進行評估 部分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這個星期到訪國會傘 敦促美國國會議員採取行動通過這項的立法 香港國手與民主活動人士何韻詩表示 他要感謝國會給予他們的支持 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對香港人的一個重要信息 這是他們在這場抗爭當中並不孤單 香港人是站在這場全球價值觀的鬥爭當中的最前線 美國對香港的援手在首都華盛頓獲得一種不同尋常的兩黨支持 並且將會透過共和以及民主兩黨的議員聯合起來 支持香港這場的抗爭運動 特朗普政府官員在出席國會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聽證時 並表示美國已經成功支持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的努力 經過過去幾個月以來的抗議示威 香港的活動人士成功迫使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 這項的法案被中國大陸政府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9月份宣布撤回該個法案 但她未有回應示威者推動的其他要求 包括對被捕抗議者的特赦 以及對警察暴行成立獨立委員會進行調查 自行政時期間的問題 自行政前後的議員會進行調查 人民主要公司 對警察暴行成立獨立的 可以進行調查 我們在一起 由於我們的問題 我們在一起